就是说一个妈妈 从决定来面试 到准备面试 到剪接视频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然后跟家里人说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然后看着自己的孩子 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在增加她的压力 所以对她来讲 那瞬间的流泪 我们觉得很突然 可能已经沉淀了 很久了 很久了 跟孩子的分离没有准备好 我听过傅首尔的一个演讲 维母泽钢 什么铠甲 这一类的 如果一旦抬到孩子的 分离焦虑的时候 你说说话 你会哭吗 会有一点 但是我不会哭 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 你还是要去面对 而且我本身不喜欢 24小时陪孩子 我每次出去上班 我都感觉很幸福 真的 她是个特例 真的 真的 我不想让24小时 跟她粘在一起 静姐呢 有这种分离焦虑 我有 而且我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你有分离焦虑不可耻 你可以哭一次 你只要不要哭十次 就是你还是要清楚 你是回到职场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 分离焦虑 你得自己找到原因 我觉得每个人的分离焦虑 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妹妹 我觉得她的分离焦虑 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于她不信任任何人 是 因为她觉得只有她 能够给孩子最好的陪伴 那我经常就会跟她聊天 就是跟你一起去 带这个孩子的伙伴们 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 这样会缓解她的教育 嗯